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我又来了 又来给大家分享视频 最近小胖哥在研究什么呢 今年大部分的方向 都是在抖音这一块的 主要是做研究什么 研究抖音无获言这一块 那么小胖哥今年在做 因为今年这个方向已经变了 很多直播带货 大咖带货 抖音无获言 赚佣金之类的 等等就是出现了很多 一夜暴富的神话 所以说现在小胖哥 慢慢的也转移 就是到抖音这一块去了 然后最近也在研究抖音 研究抖音呢 研究研究呢 就发现了很多好项目 而且都是无获言操作 就是不用干嘛的 首先今天小胖哥要跟大家聊了 就是一个项目吧 叫老照片修复 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在抖音里面 刷过这种老照片修复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 就是你看有一个最多 就有100多万的赞 有100多万的赞呢 有一些是加微信的 然后有一些是 就是引导到微信 有一些就直接在抖音上了 这个项目呢 今年是非常火爆 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操作一下 这个也算是一个 无获言的一个项目吧 那么今天怎么操作呢 今天就跟大家具体 就是大概聊一下就是小胖哥研究了 就是需要怎么操作这个项目 首先像这个老照片修复呢 很多视频呢 抖音上都有 你们也可以去快手 去抖音 去火山 去找一些小视频 通过就是快影或者剪影来混减 就是把这个小视频混减 混减成一个视频 然后再准备十个到 五至十个吧 五至十个抖音号 就是每天去发这些老照片的 这些混减的一些视频 就是发这些视频 就每天 你准备很多号 五至十个 然后每天就通过混减这个方式 去剪辑 去抖音上去剪辑 把这个视频剪辑了 然后放上去 放上去 然后 嗯 引流量 引到微信里面去 引到微信里面去 然后 这个 只第一个 第二个 很多朋友就会问 哎 如果说流量来了怎么办 有人来了怎么办 价格怎么收 价格呢 就对比市场价就是根据照片的难度来收 大概到从50到300一张不等 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 那么如果说出单了之后呢 你们可以直接呢 怎么搞呢 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照片修复 微信上有很多小程序照片修复 就直接去上面修复 啊 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张 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一转一卖 就产生了一个差价 对吧 如果说难度系数比较高的一些照片呢 你们可以直接去淘宝上 淘宝上也很多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 随便搜索一下 淘宝上也是非常多 做照片修复了 我看了一下 最高销量的也有几千笔 几千笔 这个第一个有几千笔 具体价格你们可以去谈 所以说这个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抖音的一个小项目呢 那么这个项目呢 就很适合一些学生啊 宝妈啊 就是想兼职做这个无货银的 这个就可以去操作这个项目啊 我再给大家复盘一下就很简单的三点 可能三到四点 第一准备五至十个抖音号 第二去操同行的一些老照片修复的视频 把它经过混减的方式剪辑出来 然后在抖音快手上去发 然后慢慢去发积累一些粉丝 然后把粉丝引流到微信里面去变现 或者说直接 引到其他的一些 直接在抖音上直接变现也可以 如果说有出单之后 可以通过小程序 或者说淘宝上去找一些来帮你修复了 就是帮你修复照片 然后用软件去修复 有一些软件不要钱 你们自己去找一下 通过这个方式 这种方法去赚差价 这是我在最近在研究抖音发现的一个 非常相当火爆的一个 就是老照片修复的项目 而且也是非常适合想做一些坚持的朋友 简单快 非常简单 非常快速上手的一个小项目 好了 那小胖哥就是在研究抖音这一块 如果说有在做抖音这一块的朋友 你可以找我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今年我的重心应该会是在抖音这一块 因为我们要毕竟是跟不上风口 但是也不能拉得太远 如果说你是站在做抖音的朋友 你可以教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抖音的一些 变现的一些问题 小胖哥也是对抖音这块也是在研究 好了 今天这视频就先发到这里吧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你们可以点一下主页 可以找我私信 有我那个微可以进来 可以找我聊天 好了 今天这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拜拜